我們來看一下3D鏈流程 以目前來講 我發現大部分大家都比較常用的叫做這個QRA 我們 創客基地這邊 或者外面大部分比較常用還是這個軟體 那我自己家裡面的那一台我現在除了這個以外我會用另外一個叫Repeater 但是那都只是一個 工具啦其實你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你看我這裡打開 也就是說其實如果你已經做好了我們剛剛這個模型 自己也下載下來對不對 那你下載下來要經過什麼 就好像你要印表機 但是你的印表機你們家印表機 它是不是有一個驅動程式 去負責把它 你要印什麼顏色 要那個 動作要告訴它 那我們在3D的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來你看 這裡 像這樣你如果有一個模型的比如說我們剛剛有一個魚對不對 你看我就把魚丟進來有沒有 這樣丟進來 當然如果你要比較標準的 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 載入 意思一樣 所以我現在先把它這樣丟進來 好丟進來了之後呢 我們看到 它有一個東西在這裡 好 那如果你進來的時候你的模型你想要調整大小 它有提供這個地方 有沒有 有沒有旋轉 縮放 跟鏡像 Middle就是鏡像 所以如果你要調整你模型大小可以從這邊調整 那比較重要的是你看一下右手邊 因為我們這個叫基層列印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Layer 它的列印方法就是像這樣 先打一個底有沒有 先打一個底然後呢我往上 它就一層一層慢慢幫你把它列印出來 這樣了解那個過程了嗎 我們3D列印就是這樣子 一層一層慢慢把它印上來 那麼 你在列印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人規定一定要有這個底 你也可以不要有這個底 因為呢如果以這種魚來講的話 其實你不見到這個底 所以我在左手邊 你可以看到 這裡 基本上會跟我們的 每一台3D表機的設定會略有差異 略有差異 所以要看 你用的那個3D表機是哪一台 那因為銀盛這邊已經調整我們後面的 所以我從這邊 你看 它每一層列印的厚度是0.2mm 就是它一條線 一條線 那 下面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填充密度只有20% 除非你要做實心的 各位還記得 剛剛有看過那個 臉 失敗的那個 有沒有 裡面是不是空心的 所以這樣子印的話是比較省材料 時間是不是比較快 了解了 所以一般我們很少會是填那個100%的 除非你要很堅固 那再來就是列印的溫度的部分 溫度部分呢 它這有兩個 有兩個 一個 如果你們看後面那個 它是不是都有一個底盤 有一個底盤拖在那裡 那個底盤要加熱 尤其像我們 上個禮拜或這禮拜天氣是比較暖 因為 當你把那個 那個塑膠 我們那個 塑膠 擠出來 這樣一條一條 一層一層在上面的時候 如果你底盤沒有加熱的話 它是冷卻的很快就冷卻了 那這個時候第二層上去的時候會有點黏不住 所以它 就是那個我們會有一個 加熱的那個底盤 讓它稍微加熱一點點 那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底盤的溫度 那麼線本身的溫度這邊是用200厘米 那以我加那一條我大部分都用196啦 用196 所以跟線材有關係 各位知道我們現在列印的材質是什麼材質 這種的 PLA 那PLA叫做什麼 玉米材質 用玉米做的 所以一般我們大部分是用這一桶比較多 一來是相對比較好防綁 那老實講這個也不能回收 他只跟你講說他是用玉米材質 但是因為他有加熱其他東西嘛 所以沒辦法回收 但是他有 他的好處是他的加熱溫度 會相對比較低 也就是你看我剛講用196或200厘米這個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其他材質 像什麼 PTG是寶特瓶的 我有印過要用200 那ABS也要用200 不過ABS比較不適合 因為ABS有毒 如果他這樣就是 我們那個3D鏈你應該知道像那個擠牛奶那個一樣 擠那個奶油一樣 你知道嗎 或者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熱熔槍 擠下去他就流出來 那 今天如果你的像ABS的話他就是會 有毒就是因為這個過程 會讓他產生有毒的那個氣體 好那下面這邊呢 這個 下面你看到的這個 支撐平台的部分 這個就是有一些差異 因為 如果以這支羽來講是不需要支撐的 但是如果我們印 這一種 我今天有帶一個還沒有拆的 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好 你看這個就是有一個底板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這有底板 我可以找位同學來拆嗎 來拆炸彈 有沒有哪位同學來拆看看 你如果回家想要列印這個 印出來是不會馬上就變這樣子的 要經過拆解的動作 因為他會有所謂的支撐材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是中空的 因為我們這個是不是中空的 你列印完之後 我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放的 他會不會自動就 突然跑在這邊 不會啊 你不要看過 會不會這樣 起除 有沒有那個 幫忙 你要 有些支撐的地方啊 請問我有好多個 我準備好幾個 沒有拆的 這裡還有一個沒有拆的 有沒有誰要來 現場 拆看看 好來 要用看一下 要靠近一點 對對對 你看 這個是底板 就是列印的時候他先印這個 然後再開始往上印 來給人家看一下後面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因為他有支撐嘛 然後呢 不過我覺得 我弄這個還不錯就是還蠻好拆的 你就把這個夾出來 通常我會比較建議就是剛印完 拆會比較好拆 這個 一點點時間之後 會比較不好拆 PLA有什麼缺點 他的缺點就是他比較脆 而且放久了 比較容易壞掉 就是像 如果你這個高度 我這裡有一個 這個體積是比較重一點 有沒有 這體積是比較大 這個高度掉下去 如果你是這個斜角這樣掉下去的 這裡就有同學 在我面前把他摔下去就缺角 他本身就是比較沒彈性 PLA就是這個缺點 所以說相對來說他 就是 第一個不耐久化 第二個就是比較脆 對 不然相對來說是比較 你也很用針 你也很用針 用這個 對對對 那老師會不會拆一拆 現在被我全部拆出來 看你的技術 對 所以我們現在3D練就是 不是說你看到的然後印出來就剛好 其實後面有一部分是有需要加工的 有可能會有像這種情形 你要自己去拆一下 喔喔來丟丟丟丟 我用一下給你看 像這個啊 像在這邊 有沒有 我已經拆成金了嘛 你看我做這麼多個 你就知道我比較會拆一點 撬起來 因為這個 如果剛用完有沒有這樣整個就可以 拆開拆開 然後你再把一些剩下的稍微再清一下 這樣了解了嗎 這樣了解喔 就這邊還有一些但是 剛印完的時候其實拆會很好拆啦 因為他不會黏那麼緊 所以 像這個就是你 甚至3D有時候我們會需要 做一些 像這樣後續的加工 這樣對整個 3D的設計 輸出 到列印 有沒有比較完整一點 可以清除一些 其實老實說那你覺得 你適不適合買3D印表機 你覺得如果你想要自己買可不可以 老實講其實現在也可以買但是 我還是強調就是現在的3D印表機 還是有一些需要 可能會故障啊或者說你可能 需要手動排除障礙的部分 所以當初我買的時候我買離我家比較近的 我有問題的時候我就直接衝過去 老闆這個我怎麼處理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得已 我已經比較會修了 從他噴頭阻塞 然後到 那個 斷線然後中間那個 鐵扶龍管的線卡住了該怎麼做 我現在都會了 不得已的 我不是要變成這種 人 可是呢 沒辦法 因為現在3D印表機 還是 多多少少會有一些需要你故障排除的地方 好所以 各位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 剛開始 你想要試看看的 我都很建議大家到創客機器來玩 這裡都不怕 給你算 因為這裡東西很多 而且這邊的東西其實 每幾年就換一下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這些設備啊 其實很多都是 銀證有說明年他要再買 有會有多一些新的設備進來 這樣你都可以玩到新的 現在3D印表其實相對比較不貴了 像我買那一台是大概2萬塊 可是你大概1萬多塊 其實你也可以買到 甚至有那個DIY組裝的 不過老實講我是不太喜歡DIY組裝的 因為 問題會更多 因為你自己裝的 有時候我們不是那麼熟悉 也許有些美港你沒有注意到 可能你以後列印的時候問題就 特別多這樣子 這樣 對於今天上的內容 還OK嗎 可以嗎 可以喔 好好好 最後要不要抽獎一下 有啦 有啦有啦 真的我帶那些 自己來挑吧 自己來挑 好不好 自己來挑 你來自去吃 你過來 你來自家 在這個地方 我去吃 那我吃 你來自我吃